桑志迷迷糊糊的 听到段家徐把他叫醒 问他宿舍号是多少 而后被他背着上了楼 他给桑志泡了杯蜂蜜水 让他喝完 似乎还叫了隔壁宿舍一个女生 来帮着他换衣服 之后桑志便爬到床上睡觉了 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了 他头疼得厉害 呆滞地坐了起来 一下子还有些茫然 昨晚的回忆在一瞬间涌上来 他说了很多话 也跟他说了自己有喜欢的人 不过他喝醉了酒 嘴巴依然眼神 好像并没有说什么该说的 但是 他往段家徐身上吐了呀 桑志用力抓了抓头发 崩溃地把脸埋进被子里 他看了眼手机 发现段家徐给他发了几条微信 他抿着唇打开看 其余几个摄友早就醒了 注意到他的动静都齐刷刷看了过来 王若兰坐在位置上 两头看着他 八卦的 哎 桑志 昨天送你的那个就是你之前说的 你哥哥朋友 桑志顿了一下 抬一眼 嗯 卧槽 真的好帅呀 哎 你之前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没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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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帅了吧 鱼心兴奋起来 哎 真的 比起来 我男朋友跟恐龙似的 我昨天回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走错宿舍呢 桑志忍不住问 他 什么时候走的呀 我们十二点左右回来的吧 他好像一直坐在你位置上 我们回来之后他就走了 哎 应该是怕你不舒服 就留着照顾你 桑志点头 低头看手机 我让摄友九点叫你起来 这时间的机票都被买完了 也改签不了 再晚也没有了 你得起来了 不然回不去 醒了之后多喝点水 我十点过来送你去机场 桑志回了一个好 而后看了眼时间 刚过九点 他掀开被子 开始收拾床铺 一边收拾一边说着 我这辈子在喝酒 我就是狗 哎 你干嘛了 桑志说不出口 王若兰笑咪咪的 怎么 你酒后亲他了 怎么可能 别胡说 桑志猛的抬头 那你酒后告白了 桑志把被套拆下来 撇了他们一眼 那我现在就得疯了 那你到底干嘛了 桑志停下动作 纠结半天 还是说出了口 我吐他身上了 苏氏安静了好半声 鱼心惊咳了一下 怪不得我昨天回来 感觉有一股味道 王若兰同情道 哎 你这暗恋看来得结束了 桑桑 你怎么也没忍着点 我也不想呢嘛 桑志吐了口气 瞬间又想起那个画面 他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 皱眉的 哎 不管了 我一会儿跟他道个歉吧 不过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怎么嫌弃吧 他脾气就那么好 我要是吐他头上 他估计也不会生气 桑志飞快的 把床铺收拾好 下了床 我得先洗个澡 他拿了套换洗的衣物 进了厕所 进厕所的前一瞬间 桑志还能听到室友在说 神仙男人啊 洗完澡 桑志拿风筒 把头发吹干 因为喝了酒 他的精神状态 看上去不太好 桑志飞快的换了一个淡妆 最后便打开行李箱 开始收拾东西 他也没什么要带回家的 除了电脑和基本书 还有换洗的被套床单 别的 他都不打算带回去 没过一会儿就收拾好了 时间恰好到十点 桑志跟社友到了别 搭着行李箱出了宿舍 因为到了放假时间段 车子可以随意开进学校 刚出宿舍楼 桑志就看到段家许的车子 他磨磨蹭蹭的走过去 思考着要怎么跟他道歉比较合适 很快段家许下了车 走过来替他拉过行李箱 桑志不敢看他 小声道 哥哥早上好 段家许摁了一声 早上好 他没再说话 打算上车了之后再跟段家许道歉 直接上了副驾驶 段家许把他行李箱放在了后车厢里 比他晚一点上车 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桑志看了过去 吞吞吐吐槽 我昨天喝太多了 不太舒服了 段家许看了过来 嗯 所以我就没忍住 不小心吐你身上了 挺恶心吧 对不起 伯伯 桑志有点难以启齿 低下了头 段家许不太在意道 没事 快音刚落 桑志感觉他凑了过来 桑志呼吸一顿 也不明所以 下意识抬起了眼 恰好与他的目光对上 段家许垂着眼 定定的看着桑志 突然就笑了 他身子靠得有些近 手往他的侧脸方向伸了过去 而后抓住他旁边的安全带 却也没着急退回去 在原地定了好几秒 怎么 被他这样看着 桑志觉得有点莫名的不自在 说回视线 哦 我忘记安全带了 段家许给他记上 视线未动 还看着他 桃花眼微微连起 深邃又多情 带着几分勾引人的意味 用余光看到 段家许还看着自己 桑志忍不住说 你干嘛 段家许慢慢坐回位置 低头给自己系上安全带 话里带着淡淡的笑意 没什么 桑志狐疑地嗷了一声 车子随之发动起来 桑志瞅他一眼 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但是桑志又说不上来 他挠到头 没太在意 垂眸看了一眼 登机时间 两点半的飞机 现在就去机场吗 先去吃个饭 吃完再去机场 想到这次要回去一个多月 桑志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了一句 哥哥 你新年打算怎么过呀 在家看春晚 等家许思考了一下 然后等小桑志的短信祝福 怎么听起来这么惨 就是 你今年 也就是二十六了 你也应该有女朋友了 你有空也可以 桑志明明纯 真逐着用词 哪来的女朋友 恰好是红灯 段家许停下了车子 懒懒的 小桑志给哥哥介绍一个 桑志莫名其妙 我给你介绍什么 我认识的都是我这么大的 听到这话 段家许侧头看过来 目光由上至下 轻轻又快速的散过 他笑起来 目光暧昧又温柔 你这么大的 估计接下来就该说 那算了 你们这得小朋友 桑志猜都能猜到 他扯扯嘴角 沉默着点头 蹲了几秒 段家许雷烧一台 气息悠长 喝笑了声 恰好 旅灯亮起 他收回视线 在车子发动的同时 桑志听到 他又冒出两个字 声音轻轻的 似有若无 也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